家喻一家知名的汪瑶机店 去年10月因为有员工矿职而遭到了解雇 没有想到这个离职的员工竟然伙同了朋友 两度回到店里头 不过现场还有其他客人正在用餐 拿起了囚棒还有铁器疯狂杂电还直播 直到了今年10月份 六名嫌犯当中只有两个人被判有罪 业者不服上诉 再度遭到不明人事杂电 让业者无奈地表示说 难道现在真的是黑道治国 汪瑶机店内顾客吃到一半 看到有人上门杂电 担心遭到波及 牵着老弱妇孺急忙往外躲避 这是发生在去年10月 受害业者表示 当时因为有四名员工同时矿职而遭到解雇 不料对方竟找来多名同伙 收吃囚棒疯狂杂电还直播 被害业者无奈表示 被杂电后提告六名嫌犯 经过一年审理 只有两人遭判刑 因此再提上诉 没想到才过几天 今年10月又有多名男子洋装要用餐 埋伏在店内 看到接应车辆出现立刻翻桌 并从车上拿出铁棍 把店家玻璃全都砸碎 被害业者怀疑 去年和今年上门砸电的都是同一伙人 但面对这样的判决 担心即使在诉诸司法 对业者不但没有保障 还不断受害被砸电 员工更是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因此只能诉诸媒体 希望获得重视 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记得张欣杰苗里报道